璇環當前涉及官司都是民眾檢視的焦點 而前金門縣長陳福海 二零一九年在競選立委期間 被金門檢調查出 任內機要秘書經手高達 臺幣四億多的不法匯兌金額 那麼當事人是非常低調 僅說是那官司判決無罪 不隨之起舞 但現在被揪出來 判決書來看 這名薛迅女子機要秘書 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十個月 緩刑四年被重重打臉 金門縣長楊振吾 十三號拜會陸委會期盼 開放小三通 讓金門人得以返鄉 金門大家長為金門人衝鋒憲政 雖然二零二年底大選 金門沒有藍綠交鋒 但檯面下政治角力不斷 其他政治人物醜聞道士 一樁皆一樁 前金門縣長陳福海 二零一九年立委競選期間 被金門檢調查出 他的機要秘書薛姓女子 經手高達新台幣四億多元的 不法匯兌金額 檢調當時依違反銀行法 涉嫌重大且有串證之餘 向金門地院申請收押禁見 如今陳福海不願再多談 僅回應官司判決無罪 不想隨之起舞但事實真是如此嗎 一百一十年十一月九號 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月的刑事判決書 指出薛姓女子被判決 有期徒刑一年十個月緩刑四年 並且得向公庫支付一百萬元等等判決 過去的清廉和官司成了選戰攻防重點 大家心裡都有一把尺 為什麼今天的結果呈現出來是 楊縣長的清廉度會比陳前縣長高過兩倍以上 我想這不用我們來說 而是對手應該說清楚講明白 為什麼金門人如此不相信陳前縣長 楊政無清廉度民調高出陳福海兩倍之多 畢竟當時陳福海任內 另一名機要秘書黃信男子 也曾捲入金九東北試釀案 在一屆重創他在金門人心中形象 誰跟金門人站在同一陣線 最後的民意會給出答案 記者呂孕甫金門報導